高雄騎經上午又淹了 騎經渡輪站前方道路淹到腳踝深 甚至有些地段水深半顆輪胎高 市場內攤販寥寥無幾 仍有民眾涉水買菜 馬路上有騎士驚險通行 見起非常大水花 隨著颱風逼近加上年度大潮 騎經渡輪站傳統市場又再度發生海水倒怪 人車都要涉水 馬路上到處漂浮著垃圾 目前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 整個高雄港這邊 已經是風雨相當的大了 24號上午高雄市區開始明顯感受到風雨 越來越強 旅運中心也有遊客誤觸警報 讓鐵卷門突然下降 引起一陣虛驚 也有工地鐵門經不起強風 整個吹倒 不只高雄開始有颱風氣氛 在台南安平也因為漲潮 加上風雨 安平海水倒灌 水不停湧入民眾家中 住戶只好拿出兩部小型抽水機應急 住戶拿出擋板又拍箱抽水機 眼看流進來的水越來越多 怎麼擋都擋不住 整個家中也越積越多水 今天正派六部大型抽水機 加上先前的四部水利局 總共已經準備好十台抽水機 在滴挖處戒備 水溝蓋不停湧出水來 遍布整個街道善影響交通 這裡是屏東東港 不少民眾家門前也因為地勢較低 已經積了一大灘水 屏東還沒有雨勢 也因為漲潮海水倒灌 就怕颱風影響最劇烈的時候 水位越來越高 海米颱風來襲 南部開始出現風雨 預估5號到25號影響最劇烈 而氣象所預估 南台灣雨量恐破1800毫米 超越北台灣 因此民眾千萬不要輕忽 台面上波濤洶湧 白白浪花一波又一波 拍打著沿岸礁石 汽車騎士小心經過 浪差點就要打到它 已經分不清哪裡是路 哪裡是海 除了南方澳之外 就連我們現在出海口的位置 從一早開始就打出非常高的巨浪 而且現在風雨還在持續增強 也不難感受到海米颱風的威力 宜蘭情人灣一大清早就掀起長浪 到了上午捲起巨浪進港 儘管先前已經做了很多防台工作 但店家還是時不時出來 關心身材工具 除了海港山區也相當有感 汽水暴漲變得湍急 樹木大幅度明顯晃動 地上也有許多被吹下的樹枝落葉 這裡是宜蘭太平山上 比起平地與市更為驚人 二十四號截至上午十一點 二十四小時累積日雨量排行榜上 前十名有七個側站全都在宜蘭 甚至前三名都在太平山上 累積最高有兩百九十四毫米的雨量 許多山區路段緊急封閉 甚至火車停駛 蘇澳車站有乘客直接撲空 還是得工作的民眾只好多花錢 搭計程車 市區雨量也相當嚇人 能見度好低 完全看不到路 車內雨刷根本起不了作用 甚至風大到磁磚掉落 民眾清晨5點發現騷動跑出來看 宜蘭二十四號清晨到上午 最大強震風來到八極 舊城東路上的有礙百貨 甚至還有磁磚剝落的情況 潮商及警方也趕緊實施道路管制 另外在三星路上有陸數直接倒塌 幸好災情都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凱米颱風極大機率從宜蘭 北花蓮一帶登陸 瘋狂宇宙 民眾盡量減少出門 TVBS新聞加城武捲 南庭何冠儀 宜蘭採訪報道 海面上狂風掀起好幾公尺的巨浪 不斷拍打硝波塊 海軍人員一早乾淨來到花蓮七星潭 拉起封鎖線 並且拿起望遠鏡巡視 就怕有民眾這時候還在關浪 巨浪高到越過硝波塊 讓人看得觸目驚心 雖然花蓮漁港大部分的防胎措施 都已經準備好了 但還是有漁民擔心 船隻身材工具的狀況 特地來到漁港查看 凱米颱風來襲 花蓮強風暴雨 蘇花公路 蘇澳道崇德路段 在24號上午8點公路 禁止車輛通行 對比昨天看到這裡 沒好幾公里的車震 可以看到今天這裡 一輛車都沒有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蘇澳道崇德段 現在進行了封閉的管制 但都擔心就是土石流 恐怕會再被這個強大的雨勢 來沖沙下來 不過還是有少數的民眾 不知道已經封路白跑了一趟 你住哪裡 我住桃園 你...你...你... 不知道今天蘇花封路啊 又沒有講跑跑燈也沒走 現在會不會有煩惱 要煩惱什麼 就花蓮人很可憐啊 還有妳是環台要回去而已 你是來環台 環道行程也被迫中斷 而在中橫公路台八線 官員到太魯閣隔口路段 也在上午11點全面封閉 另外為了居民的安全 花蓮及安鄉 在上午10點進行撤村 這一次的任務 可能跟過去的颱風不太一樣 因為04 03之後 土石的鬆軟 從我們公所看到山頭 都可以明顯看到有落實 車民們排好隊 跟著公所人員的指示撤村 希望讓颱風帶來的影響 降到最低 鐵別新聞 洪富華 高志榮 劉田町 陳家筒 花蓮 採訪報導 下車大雨警方 台電人員通通趕到現場 因為貨爆有人觸電死亡 觸電啊 女孩都走了 她臉還在上面 好像比一歲的比較遠 跟她當了30年的老鄰居 聽見惡號相當錯愕 新北市新莊一處社區大樓 頂樓發生觸電意外 70歲盤姓水電師傅 受到社區總幹事委託 晚上六點多到頂樓查看水電 但整整四小時過去 卻一直沒回家 他的兒子覺得奇怪 上樓一看才發現人 倒臥在水塔旁 已經沒了生命吉祥 只是明明老翁市水電師傅 一路做到退休 有多年豐富經驗 怎麼會發生意外 研判可能是天氣因素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個技術 你首先沒有了解電的問題對不對 要去亂摸摸的時候 這樣不好 是 是的 我們在修理電 我們都一定是做萬全的準備 一般夏天在那國外 只要在地上有感 我們都不會碰 其他水電師傅表示 但是不只事前防護措施要做好 也可以用驗電餅測試 有沒有漏電 但真正維修其實並不會斷電 因為要知道哪裡壞掉 不可能斷電維修完再去開 所以要很清楚電的導向 但下雨天狀況難以掌握 尤其是電更違憲 TBI新聞 嚴人神事寫員 陳冠宇的聖番新北採訪報導 大樹硬生生倒地 整個路面都被樹枝樹葉覆蓋 前後車輛也全部因此堵塞 就是因為凱米颱風逐漸逼近臺灣 帶來的風雨不容小覷 二十四號凌晨一點多 臺北市仰德大道上一棵大樹 疑似因為颱風降雨 導致根部土壤流失 再加上風力不小直接倒塌 在半夜倒下的樹木 現在是整個佔據了 幾乎一整個車道 而現場也拉起了封鎖線 以及擺上了三角警示錐 就是要讓用路人可以注意到 避免發生危險 颱風威力不只在山上可以感受 新北市系指抗凝結 一棵樹也在凌晨倒下 押中一輛機車 而臺北市內湖 民權東路六段上 也有路樹倒塌 工作人員一早就連忙到場拒束 記者被風吹到 只能蹲地站不起來 凱米颱風暴風圈接觸台灣 二十四號上午在不少地區 風勢比雨勢還要強烈 文化大學周圍 不少學生機車也都被風吹倒 凱米颱風所帶來的風 是非常非常的強烈 可以看到在文化大學 大校館門前的這輛摩托車 是已經被風吹倒在地了 而且旁邊的樹枝樹葉 可以看到風也是非常的強烈 那麼就在二十四號的清晨五點的時候 文化大學的側站是測得了最大震風來到十級 有每秒二十五點八公尺 機車店家招牌 甚至店家的監視器被吹到搖搖欲墜 二十四號上午十點大屯山側站最大震風 有十一級達到每秒三十二公尺 文化大學也有九級 而台北市的平地震風也預估有機會達到八到十級 但怕的就是風雨一起來 因為氣象鼠也預估在台北市南港信義文山以及陽明山區 都會有較大的累積雨量 颱風天停班課非必要還是別往外跑 TVB的宣傳李國鎮仲宣台北採訪報導 這颱風架總統沒能放上任後第一個颱風 賴總統特別取消視察漢光演習 坐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颱風發生的時候雨量最大的時候剛好是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所以我希望我們這個放假應該有辦法晚上 因為晚上也有上課 晚上也有上班 所以這一點留意一下 總統親上火線緊叮不過前總統蔡英文第二任期期間有1471天 台灣無颱風登陸記錄 賴政府才上任短短兩個月就遇到凱米颱風清台 自然不敢大意 卓奎一取消原定行程陪同總統作證指揮 開密颱風移速變慢 路徑接近2009年88風災的莫拉克颱風 對北市影響接近2015年蘇迪勒強台 不只府院嚴正以待北市災變中心一級開設 市場講萬安宣布停班停課 網友一面倒喊帥 敲碗25號是否還有颱風架可放 明天是否放假 晚間八點揭曉 中央到地方把防胎警戒拉到最高 TVB的新聞 桂園陳平台變成本報導 康醫生不斷 大約一百多名的遊客拒絕下船 雖然持續在和哥斯達郵輪的人員溝通 但雙方吵得激烈依舊沒有結論 因為船公司不止三度更改行程 民眾不滿的事 就連出發前明知會遇到颱風 還營要成行 若是不參加也無法辦理 全額退廢 讓旅客氣到不行 現在他們要以人海戰術來逼我們下船 不來了 他們連群師 工作人員全部都下來 然後包含回住 對 讓我們覺得很危險 逼我們下船 因為我怕小孩有 就是會發生灰擊 會傷害到小孩 所以我們才決定 就是先直接下來這樣 原本不想下船的遊客看到船方 出動大批人馬 擔心小孩會有危險 只好被逼下船 不過高雄正下著大雨 要搭乘接駁車離開 得要冒著大風大雨上車 還有人推著行李 差點站不穩 十分危險 風雨滿大 那下車之後 這段的安全對不對 都是把我們推向危險處這樣子 哥斯達郵輪21號出發 預計五天四夜的行程 最後被迫提前一天 在24號緊急改停靠在高雄港 而大多數遊客質疑 23號下午 船隻其實非常靠近基隆 當時的風雨沒有很大 為何還要特地繞大半個台灣 到高雄停靠 是不是只想要賠償一天行程的費用 再加上大多數人的交通工具 都在基隆 雖然有開遊覽接駁車接應遊客 但還是讓遊客很不便 開遊覽車是不是也沒有 拖輪水上面的費用 是沒有統計 沒有統計我也不知道他這樣子 他是有安排說 基隆什麼台中古馬 到還有那個台北火車站 雖然天災無法避免 人員平安最重要 小寶光和警方 也已經介入協調 但看開心心出遊 卻意外鬧得這麼大 哥斯達郵輪公司 恐怕還得給民眾 一個合理的解釋 才能米平民院 TVBS新聞 林一方 徐玉東 SNG高雄採訪報導 三峽懶染節 進入最後一個週末 沒嘗到卻遇到了颱風 清洗 整條三峽老街 空蕩蕩一片 幾乎沒有人過來 而這個雨下了一整夜 可以看到周遭店家 可以說是拉起鐵門 幾乎沒有在做生意 新北市三峽大雨不斷 截至24號清晨5點半 三峽地區最大日雨量 達到72毫米 板橋61毫米 郊區陣風8到10級 市區也有6級以上 附近店家就說 過去只要下大雨就會淹水 這些年真的淹怕了 因為之前有淹水過 所以我們有知道 然後所以我們都會把東西 先整理起來 先把它放在架高 就是預防它到時候再淹水 油口會比較少 但是因為我們還是要正常一面 雨下得很大 然後沉浸水淹到裡面 淹到裡面 因為我們是玩具店 玩具店那個東西都會放在地上 所以很多東西撕掉 撕掉後來才做這個 擋水的閘門 預防說第二天來的時候 結果水已經淹到裡面去了 沿街觀察來訪的遊客不多 只有零星的居民出來逛街 在半夜怎麼感覺聽到 有那個碰那個很大聲 就一震而已 8年前好像這邊有颱風 然後全部都淹到 我們陣上全部都是 希望這一次不要這麼嚴重 雨下了一整夜 甚至連白天也有忽大忽小的雨勢 從三峽大橋就可以看到 旁邊已經拉起了黃色封鎖線 甚至立了紅色的告示牌 提醒颱風 而且好大雨期間是封閉的 因為三峽河的水 真的是相當湍急又危險 要撤出去了 好 拜拜 為了避免居民受到颱風侵襲 鷹閣南近部落 也從23號下午3點半 開始展開兩回合撤離 開密颱風前夕 總共撤離了43戶 共133人 新北防臺不止這裡 在淡水老街 也有不少商家 在前一個晚上 就把餐車收進了7樓 甚至還在大片玻璃貼上了膠布 為了旅客安全 淡水藍色公路也停航 從淡水到餘兒碼頭 巴黎大稻城的船池 通通不開 這風大雨大 可別出門關浪 讓自己身陷危機 TVB的新聞 王宜傑 請問走走 帆船通通捲起來 船主仔細檢查審索 避免風雨越來越大 會撞壞船身 他們原本預計要出海比賽 碰上颱風攪局 雅果遊艇碼頭 這邊可以看到 停了非常多的帆船 而且帆布 都是收起來的狀態 其實原本今天是 有比賽要登場的 但是因為颱風來攪局 被迫延期 澎湖島帆船 週系列賽原本24號登場的賽程 延期兩天 同樣受影響的還有遊客 來到澎湖馬宮街頭 可以看到街上空蕩蕩 不只當地民眾少 就連遊客都很少出沒 主要就是因為風雨 是越來越強 而且隨著颱風逼近 風雨只會越來越大 根據中央氣象署的資料 24號早上 澎湖震風達到8級 下午將會達到9級 甚至10級 雖然已經停班停課 但除了澎湖居民 當地還有不少遊客回不了家 我本來以為說他還很遠 所以我們那個飛機正常飛 我們就來了 今天本來要去那個海生館 可是下沉這樣子就沒有去了 然後就出來看有沒有東西可以吃 孩子難免覺得掃興 但天氣實在越來越差 也只能待在民宿裡頭 或是外出簡單用餐 不過最熱鬧的地方 店家稀稀落落 一大半都沒有開門做生意 不過也有民眾想要苦中作樂 這名男子穿著泳褲 戴上泳帽 跳進觀音亭清水油氣區 原本似乎想要玩水 但發現情況不對 趕緊上岸 而澎湖這次受到 颱風的影響可不小 24號不止航班全取消 船班也全部暫停 物資可能會進不來 至於冰刺麥成熟轉印 但被強風吹落 到處滾形成特殊景象 颱風逼近 不管是遊客 還是澎湖居民 行程都亂了套 TVBS新聞張專案 郭影澎湖報導 從公車車窗往外看 街道已經淹在水裡頭 仔細看淹水的高度 甚至已經到部分行人的腰際 這連公車一邊開 門口還一邊滲水進來 颱風凱米的外圍環流 已經讓菲律賓馬尼拉嚴重淹水 而且現在颱風直撲台灣而來 除了強風豪雨 CNN也警告當心凱米為花蓮強震災區 帶來更多破壞 在凱米登陸台灣前 日本的宮古島和八重山地區 已經先感受到颱風的威力 石原島上的風雨也越來越驚人 也影響當地的對外交通 24號往來石原島的船班 已經全部取消 石原機場航下也將全天關閉 而且全日空甚至提早宣布 他們連25號在石原機場起降的航班 也將全部停飛 沖繩縣政府還緊急召開防災會議 呼籲八重山地區離島居民 因為凱米颱風陸境和2015度 捐颱風類似 當年在石原島造成319戶 房屋破壞 所以非必要千萬別外出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